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搭8点15这一班车 还没多久后面突然来了好多人 还好我们有提早40分钟来排队 这么多人一辆车应该载不完 打理了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开蜿蜒的山路 车上非常晃动几乎没办法补眠 我们搭了1小时15分的车 上来了美园自然保护中心 一下车觉得好凉喔 马上把外套拿出来穿 现在这边不知道几度耶 现在大概还有22度左右 但是还蛮凉爽的 这里有一间像餐厅的 但是卖一些青石类的东西 我们现在在这边 美园自然保护中心 那因为我们今天要住这个王头饭店 走去王头 大概要走30分钟 王头在这边 美园高原的最高峰 2034公尺 美园是日本的百名山之一 是一个平均海拔约2000公尺的熔岩台地 在地上看到一只蝴蝶 这上面真的有好多电波塔喔 这边收讯应该很好 不知道那个电波塔是什么的电波 我们走到了一个天狗的陆地 它这边有个岔路 我们要去王头这里 所以我们走左边 左右边的话是到王笔 然后这里有牌子 天狗的陆地 朝着前面那个电波塔前进 应该就会到了 其实也就只有一条路 神秘的炸门 瞬间变得很辽阔 那你感觉是走上去就到那个电波塔 嗯 往回看那边 那栋建筑物 就是我们刚才下车的自然保护中心 前面这一栋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饭店了 前面这一栋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饭店了 现在好多人坐在饭店前面吃冰喔 看这里眼前的风景 也太享受了 你要吃冰吗 不要吧 有奶也不吃 饭店前面竟然有好几只牛喔 这应该是牧场的牛吧 牛好大喔 饭店的冰淇淋的牛奶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些牛的牛奶 哦是吗 我不知道 没想到一抵达这里就能跟这么多只牛相见欢 我们先到饭店寄放行李 等一下再从这里走下去 这栋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王头饭店 这里有写这边饭店 飙高2034公尺 旁边有一个住宿客专用的空间 这里景色很漂亮欸 这里有一个石琴 可以玩欸 我根本不知道在谈什么 显然里没有音乐的天分 那边有一个temple terrace 可以出去玩玩看 早上这边会有限定的松本马芬 我去拍摄 它说我们等一下可以在那边买东西之后来这里吃 这边也还有个扇 旁边那边还有个扇 旅餐从十一点半开始 旅餐从十一点半开始 旅餐集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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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不好意思 兩隻牛肉 請坐13番 請坐13番 謝謝 我們坐在住宿客才能坐的展望台吃午餐 我們兩個都點 牛肉還有附兩個麵包 他真的好人氣喔 我看很多人都是點這一個 很濃郁耶 很好吃 它裡面有肉 馬鈴薯 紅蘿蔔還有洋菇 這個直接這樣子吃就很好吃了 不會太鹹 對啊 沾麵包吃 麵包還蠻好吃的耶 看旁邊這個山 有一種好不真實的感覺 龍哥說他覺得他沒有吃飽 所以他又去買了一碗咖哩烏龍麵 二樓 二樓的這個休息空間好漂亮喔 還有電腦耶 這旁邊還有一個星星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這裡看星星耶 這邊視野好好喔 這下面這一區就是住宿客限定的座位 我們帶蝌雞好 這裡有一隻蝌雞 好可愛喔蝌雞 我快看不到你的眼睛 我現在如果在戴墨鏡啊 你就真的不知道我是誰 3點 我們先走到3點 0.1公里 好多人在前面拍照 應該是那邊吧 就是那塊石頭吧 山頂的標牌 有了 現在只是這樣子看已經看到牛了 前面那邊都是牛 为了预防传染病 不可以碰牛 连着这条步道能从自然保护中心 走到美园高原美术馆 全程大概要走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步道左右两边都是美园牧场 牧场的总面积有400公顷 每年5月底到10月中 会有300多头牛在这里放牧 这里的牛活动空间很大 全部都是他们的家 刚刚本来还在想说怎么会有车开进来 原来是前面那边有一间hotel的车 他有贴一个许可证 这一般民车应该不能进来 牛看起来好干净喔 对啊他毛好白喔 他毛超白的 感觉很好摸 但是不能摸 哈哈哈 我们饭炼在后面 这里好多牛喔 他就来了 又是走过来了 很好大只喔 这只牛他把他的前脚伸在前面的屁股欸 他们感觉感觉很好 这只叫做烤鱼 它叫做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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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车上面有书用 不知道為什麼這裡牛特別多欸 都聚集在這邊 剛才在旁邊看牛的時候 有一個日本爸爸 就用中文跟我們搭話 他中文講超好的 他說他是住在松本 因為假日來這裡散步啊 感覺超愜意的 山上又比較涼 看到這個圍欄上面 長一個咕咕欸 我發現左邊這裡的圍欄 怎麼看起來好像快倒了 這裡整個都是美圓牧場 我們去這個美麗的塔 大概400公尺 前面也有好多牛 而且我看到塔了 就在前面吧 美圓高原平均高度2000公尺 而且這個台地是 距今約100萬年前火山噴發形成的 因為美圓容易有濃霧 以前常發生山難 所以蓋了這座有霧中的塔 我從這裡看不到 它有在動嗎 有 它中間沒有 所以不會有聲音 從塔的後面 剛好可以看到 美圓的最高峰 王頭 然後我們住的王頭飯店 就蓋在這個最高峰的最上面 兩千公尺的高峰上面 都還可以這麼適的 我覺得看見還好遠喔 好熱喔 我會想下去泡 兩千公尺 每天都在買港 都沒有 在這裡 太太太 又是陈菱華奈 我現在第一次見過 第一次見過 今天太太太太 今天最優秀的天氣 太太太太 很厲害 太太太太熱了 太太風在於風 太太太太 可以去旅行嗎? 是的,這裡也不可以 所以請我多點 我會在香港的第一次 你會想說這個旅行嗎? 我會想說這個旅行嗎 去年是上高知 對,可以看嗎? 或是在網上網上看的 可能是在網上網上看的 他在外面的窗上 是更大 在這裡面的窗上 都是我们的房间 这房间好大哦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住四个人的 14碟 从半年之前可以预约 我们就半年前上他的官网看 今年2月25号的时候 结果他已经全部都没了 我们就直接打电话 还有房间 问题是那个房间是 窗户是偏小的 如果不介意的话 就幫我們預約這個窗戶比較小的房間 我們就說沒關係 就是很想來 現在這樣子看 覺得這個窗戶其實也沒有很小 所以也是很漂亮 給兩片銀冰餅乾 房間裡面還有附一台咖啡機 可以在這裡泡咖啡 這套綠茶跟大吉林 他有給化妝水跟乳液耶 還有洗面乳 洗髮間墨浴乳是DHC的 這次住和室仿復兩餐 兩人共六萬七千六百日圓 直接榮登我們這輩子住過最貴的飯店 我們到四樓 這裡有跟他說晚上會有個Slide Show 四樓有三間個人堂屋 不用預約 沒人就能進去泡 這裡有說叫大家一次大概用三四十分 不要洗太久 這裡也有給一些化妝水乳液之類的 房間的也是這個 這裡有一個展望台 這裡有一個展望台 有一個展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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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裡還有寫說 從這裡可以看到哪些山 可以看到富士山耶 這樣子好像看不到富士山 應該是被雲擋住了 今天好像看不到耶 他的睡衣在館內不管去哪裡都可以穿 這裡還有寫著飯店的名字 我們來拿他的飲品飲料 蘋果汁 這個蘋果汁好好喝喔 好想端著這一杯去看牛 端著這一杯看牛 太遠了 對啊 他可能聞到蘋果的香氣 我的手上沒有沾到蘋果 他在我手上太久了吧 有點癢耶 他越來越接近我了 他越來越接近我了 他快飛走了 這裡有賣布丁 看起來好好吃喔 飯店自己做的布丁 他這裡還有賣儲備麵包 就是放在那種地震包裡面的麵包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那個 Masco蝦餅 美圓王頭飯店的蜂蜜 美圓王頭飯店的蜂蜜 是在美圓養蜂場場的 我們買一罐這個 他這裡有出一系列王頭飯店跟夢貝組合作的 這把夢貝其實還蠻漂亮的 這一個多少錢 4400 這有賣夢貝組的熊熊跟熊臉 連這個外套也是合作款耶 這邊還有寫他那個飯店的名字 我覺得這個餐具好漂亮喔 每次到百明山都會看到這個百明山資料夾 看到了 在這裡 美圓61 2034公尺 今天日落跟日出的時間 現在有星空觀察 我們晚上可以看星星 我們去吃晚餐 我們去吃晚餐 這是我們今天的Menu 這裡的服務人員介紹的超詳細的 每一道都很詳細的介紹 看起來都很好吃 我對這個比較有興趣 這個是酒籠球 這個餐前酒 是沒有酒精的 然後這個裡面有鰻魚 這個是他說做的像棉花糖一樣的口感 然後旁邊這個是用無精做的 他說上面是烏魚子跟速度調味的花生 我們先用他的這個白花樹液乾杯 有點甜甜的 趕快趁熱吃茶碗蒸 裡面有咕咕 應該是起司的鹹味 有點鹹 飲料要從旁邊的平板點 這個番茄味道很重 有點爽 我們來吃這個鰻魚好了 鰻魚好吃 葡萄汁來了 乾杯 我原來看來這麼多東西 他後面還有牛排 他後面東西還很多 這只是前菜而已 因為他前菜每一道都還蠻好吃的 他來了一碗西霧 這個叫做哈莫 看到中文好像叫做海蠻 不知道對不對 這魚湯喝起來了嗎 因為他要吃的 就去吃火鍋 那是甚麼 是要吃的 那是一碗西菜 這是第一道菜 這道菜 是玉米龍還是那是一碗西瓜 是在東海裡 然後他來吃吃的 可以吃的 這是一碗西瓜 他今天吃得到 嗨 用蒸籠蒸杏州白麻豬肉跟夏天的野菜 來吃吃看這個豬肉 豬肉的檸檬味道超重的 因為它跟檸檬一起蒸 來了一條鹽魚 它烤得超香的 蘋果的果凍 這是有點像那個蘋果醋的味道 這個肉很好吃 它有一種炭香的味道 對 它的炭烤味超香 上了生薑的飯 我剛剛跟他說我吃不完 請他幫我上少一點 味噌湯跟茶 甜點是起司蛋糕 然後上面還有一層酒的果凍 龍哥剛剛才跟人家說他不敢吃起司 很感謝他們臨時幫龍哥準備的巧克力蛋糕 病房的時候忘記講了 因為打電話 我覺得它每一道都很好吃 從前菜到甜點都很好吃 做得很精緻 然後味道也還不錯 今天不知道有沒有星星可以看 現在外面不知道有沒有下 如果沒有看到的話 沒有看到好可惜喔 只要下次再來 八月才有完 就夏天的時候 所以八月它才整個都被訂滿 所以如果今年沒看到就要等明年 希望等一下可以順利看到星星 不然要開始存錢 餐廳的服務人也好親切喔 對啊 他跟我說明天早上不會有起司 請不要擔心 他應該是幫我們鋪好床了 哇真的 我現在就想躺下去睡了 廣播說今天看不到星星 星空觀察取消了 改成星空幻燈片秀 沒想到突然能看到星星 超幸運 有一位星空導覧員 會帶大家認識星空 喔! 超人哪 超人 今天太快速會看到星星空 才有看到星星星 那星星的星星 最大光明顯 才有滿色的 真正的 賢典座 這個十字 喔… 這是什麼 飯店的人他講得好清楚 他講解得超詳細的 他講解的超詳細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星星 滿天的星空 超漂亮 看完星空就趕快回房間睡覺了 明天還要早起看日出 好多人在等日出 現在早上大概4點40分左右 星空跟雲海都美到讓我好感動 希望能把這份感動分享給大家 今天我們要繼續探索這片美麗的高原 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我們下支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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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失敗